这个房屋其实房屋价格直至创新高 无可挂能运动是不是要再一次上演了呢 20年前当时上万队的新人走上街头 他们夜宿在台北市最热闹的忠孝东路 当时就是希望政府可以听得到小老百姓的心声 希望让我们的房价更合理 大家都有房住 那么其实当时呢包括像是陈水扁 还有谢长廷跟赵少康这些蓝绿明星立委 也都出面相挺许下诺言 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就在20年后 台湾的地价涨了7倍之多 房屋高高在上 无可挂牛们到现在很多 依然没有自己的壳可以住 高举不调呼口号 抗议房价实在高过头 民国78年无可挂牛们走上街头 当时从敦化南路到几乎快到收果 都坐满的都是人 那当时的那个指挥车指挥总部在这个地方 民国78年8月26号 秘密妈妈超过4万人盘踞中校东路四段 爸爸妈妈带着小孩直接夜宿街头 同年9月上万对新人买不起房子 集结发出怒吼 这位崔妈妈已经挨着末期也来参加 不敢忽视民众力量 当时包括已孤立委卢修一 民进党立委陈水扁 谢长廷还有赵绍康 纷纷响应修法 就做了一张这样的一个证件的支票 让他们签署了 奉楚瑜先生 就国党竞选奉楚瑜先生 代表国民党的延战 那时候是副总统 也都签下了这样的一个诉求 可惜全部跳票 20年前为了抗议高房价民众走上街头 而照片中的这一栋 就是我现在身后这一栋龙门大厦 当时周边房价每平30万 已经是台北市最高 现在涨到每平60万 不止房价涨了将近一倍 跟20年前相比 地价足足飙涨7倍 但无可颓牛的声音似乎变小了 重出江湖啊 可是呢 我们看不到我们群众在哪里 因为现在年轻人 已经习惯你高房价 回想20年前抗议高房价 活动持续一年多 还出了七本期刊 如今已经泛黄 20年后房子照样贵 买不起无可颓牛的心声 父母官真的听到了吗 中天新闻黄宝彤 范馨于台北 采访报道